位于台湾东部的花林县 自古以来自然的资源相当丰富 有许多县民在这里建立了家园 根据统计 目前在花林县就有六十几个考古遗址被发现 但是由于缺乏专业人才的挖掘研究 不但文物被人盗卖的情况相当严重 而且有一些还影响到了公共工程建设 值得政府的文化机构重视 花林县经浮远辽阔 不论是路上的动植物 或是海洋的鱼被类都非常的丰富 早在史前时代 就是鲜明安居乐业繁衍子孙的乐园 随着东部地区的开发 有越来越多的鲜明遗址 或随着公共工程的建设 或随着农林渔墓的开垦 而被发掘出土 据业余从事考古发掘的 台湾省文献会助理研究员 黄建林以及王天颂的统计 目前在花林县境内 就有六十几处鲜明遗址被发现 但是由于缺乏专业人士 做有计划的发掘整理 许多鲜明珍贵的文物 就淹没在荒烟漫草中 或是被不肖商人盗运出卖土利 而公共工程建设 发掘到史前遗址 也常发生建设为重 或是遗址保存为重的难题 正在施工的花岗山体育馆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原来花莲县政府计划在体育馆下方 新建大型的地下停车场 以解决花莲市日趋严重的停车问题 不过由于发现地底下埋场有丰富的文化层 而告取消 事实上并不是每一个遗址都需要保存 大部分像花岗山这样文化成不深的遗址 只要经过学者的发掘 并做详细的记录与研究 来解开鲜明文化之谜之后 就可以继续开发了 主要的问题在于除了中央研究院史语所 以及台大人类学系 有少数的考古专业人才之外 国内实在是缺乏专业考古人员 遇到像悲难文化或是十三行文化 这样的大型考古挖掘 就已经是抓紧见肘了 和放置各地陆续出土的鲜明遗址 现在不是随时单位来研究是不可能 一定要地方大家爱好的人来做出一个考古队 考古以后就清口报上他们的遗址单位 然后遗址单位在整个给他弄 文建会最近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 二月底将要开办考古人才培训班 给各地文化中心人员一些基本的考古挖掘训练 文建会为了培养地方的考古人才 这一次办理第一期的台湾地区地方考古人才培训班 我们花莲县征求了三位报名参加 我们希望说这三位经过14天的研习以后 回来对于花莲的地方文物古迹方面 能够有所帮助 希望这个人才训练计划是个好的开始 借由考古人员的充实 使得建设与移植保存这个问题 能够得到两全其美的解决 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我们可以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